大家好 上星期港股受著本港地產及恆大事件 亦出現一個比較深的跌幅 我相信恆大事件亦會對港股構成比較大的影響力 往往的拯救和放棄拯救這些消息 對市場來說都會比較大的影響或衝擊 但如果你在看點數上 暫時還是反覆偏遠格局 直到可能有請求方案或者內地方面出手 市場才開始穩定 但短線維持在24,000這個位置做初步整顧 但下方當然如果在下面來說23,700 上個星期就曾經試完之後 其實若果支持位置可能都要下移到去 接近去上年方面低位23,000至23,100這些水平 因為始終市的信心比較脆弱 所以你說一些傳聞或相關消息都會對市有一定的震盪 但我想現階段若果反彈的話 就算上方來說其實保育加中軸 接近25,500至25,400這些阻力 其實會比較明顯 但當然近期市既然是剛才說的 投資信心比較脆弱 可能大家都會繼續留戀 在一些國賊扶持股份身上 尤其是見到一些電力股 新能源股份 其實暫時說還是走勢優於大市 但都要留意 因為始終內地方面 在上星期尾其實都有一些限電方面消息 所以令到一些耗電量比較高的行業 好像你看到一些水堤股 資源類股份 或者就算好像工業類股份 其實那個回吐的壓力都還是比較明顯 所以我想現階段其實都要留意 就是政策的轉向 其實可能都是暫時比較安全的情況 可能都是繼續留在國賊扶持的板法身上 直到可能恆大事件 有一個比較明朗的一個訊號出現了 可能才跳回到內銀 或者內險股身上 所以我想下星期其實都是四個交易 要留意到到臨近放假前 我想那個投資情緒也會繼續偏向審常為主 好